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金月灵曾评价林徽因 一身诗意千寻酷,万古人间四月天 民国才女中,林徽因似乎是最幸运的一个 她家世显赫,小小年纪便出国游历,就读国外名校 她婚姻幸福,与丈夫梁思成,秦瑟和名,恩爱一生 她还有满腹学识,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 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 然而,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幸运,只有恰到好处的匹配 一个人永远只能享受与自己相配的东西 1920年,16岁的林徽因随父亲林长明游历欧洲 这一年,诗人徐志摩也来到伦敦求学,特意上门拜访 一见到林徽因,徐志摩便爱上了她,对她展开了狂热的追求 但林徽因深知,两人的人生追求,生活节奏并不匹配 于是,她拒绝徐志摩的誓爱,选择了更加务实的梁思成 和徐志摩相比,梁思成不解月下吟诗的风情,也没有海市山盟的痴狂 但她与林徽因出身相似,志趣相投 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彼此 风光时,他们一起出国留学,去高等学府创办建筑系 追逐共同的建筑梦想 落魄时,他们也相互扶持和包容 陪伴对方挺过战乱、贫穷与疾病的煎熬 在一路颠沛流离中,梁思成不慎将测量古城的皮尺弄丢了 他为此闷闷不乐,毫无干劲 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滞 林徽因便悄悄花大半个月的薪水买了一把新皮石给他 只为逗他开心 后来,林徽因患上肺结核和肾病 变得情绪暴躁,喜怒无常 梁思成只是疾病所致,从未抱怨过他一句 而是不动声色地包容他 他还去学了书液、打针、煎药和消毒 亲自给林徽因喂汤喂药 彼此知晓,双向复出 让他们成就了一段历久弥新的爱情佳话 经济学教授艾瑞里说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一场精确的匹配游戏 最重要的是门当户对 所谓门当户对并非只是家世相当 而是有对等的见识和一致的步伐 两条不相交的平行线 即使再想靠近对方 也只能看看彼此渐行渐远 而两条相互吸引的磁铁 就算被强行分开 也会毫不费力地重新相聚 有言无不尽的自在 也有不言而喻的默契 你们才能配得上彼此的余生 人生在世 无论眼前有多少苟且 你我心中都有一片向往的远方 然而只会把野心挂在嘴上 到头来不过是一场吃人说梦 只有将目标落实到行动中 才能在千锤百炼中做出一番成绩 林浩英在欧洲之旅中 接触到了西方的建筑学知识 立志要成为建筑师 但在当时的中国 很多人连建筑是什么都不知道 更没有建筑学科 于是他与梁思成一同前往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 谁知 学校的建筑系不招女生 直接将它拒之门外 他没有气馁 转而注册到美术系 靠选修学完了建筑学课程 两年后 他就凭借突出的才能 打破了学校的惯例 成功转到建筑系 毕业时 他放弃在美国的大好前途 决心要让世界 看到中国优秀的古建筑 他与梁思成跋山涉水 走遍大半个中国 考察测绘了数百处古建筑物 并共同编写了中国建筑史 除此之外 他还改良了景泰兰工艺 参与设计了新中国的国徽 人民英雄纪念碑 凭借多年努力 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还成为了 中国现代建筑学的开拓者 能力不是天生的 而是一步一个脚印 积累出来的 静下心来学习 沉下心来历练 用尽日拱一足的笨功夫 才能配得上 命运的青睐与奖赏 正如后汉书中所云 涓流虽寡 尽成江河 绝火虽微 足能燎原 人生没有突如其来的惊喜 只有风雨尖尘后的苦尽甘来 耐得住寂寞 下得了苦功 命运贫瘠的土壤中 终会盛开 似锦繁花 三 提升价值 自会吸引人脉 民国时期 北平流行文化沙龙 每逢周末 林慧英夫妇便去金月林家里 参加沙龙聚会 许多文化界精英 慕名而来 谈古论经 切磋学问 聚会中大多是男性 即便有女性到场 也很少主动发言 而饱读诗书的林慧英 总是出口成章 侃侃而谈 另一众学者 甘拜下风 仰慕他才华的人 越来越多 沙龙便逐渐转移到了 林家的客厅 沈从文 胡适 朱光潜等名人 都来一睹他的风采 并主动与他结为好友 久而久之 林慧英凭借自身魅力 吸引到了北平 最有价值的人脉 无论是远道而来的国外专家 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作者 都会为结交各界名流 特意登门拜访他 古语云 领身常得 蛟龙在 无高自有凤凰期 真正的人脉 不是你认识多少人 而是你能为别人 提供多少价值 若一无所长 即经任何圈子 都无人问津 若足够优秀 不管走到哪里 都受人追捧 曾国藩刚入官场时 苦于朝中无人提携 曾想方设法结交权贵 但人微言轻的他 在社交场上备受冷落 得不到世家贵族的青睐 于是 他不再寄希望于贵人 开始耐着性子 精进自己的学问 当他展现出 过人的才华后 自然而然地 获得了理学大师 唐健的赏识 唐健认为 他会大有作为 时常同他来往 并向咸丰皇帝 举荐他 最终助他平步青云 大多数人际关系 其本质 都是一场 旗鼓相当的利益交换 当你无法提供 足够的价值 再怎么费心 巴结 也不过是 别人眼中的笑话 你有能力 铸路搭桥 自会有人 帮你遮风挡雨 你有本事 振翅高飞 定会有人 争者与你同行 减少无用社交 专注提升价值 做最好的自己 人脉 便会不请自来 四 修好德行 便能守住地位 水浮转中 白衣秀氏王伦 是梁山的第一任寨主 他身为一山之主 却处事不厚道 待人不宽容 总是刁难 比自己武功高强的手下 林冲投背梁山时 他仗着对方走投无路 时常肆无忌惮地 当众羞辱对方 为了避免纷争 林冲百般忍让 换来的 却是他变本加厉的欺凌 最终 林冲忍无可忍 联合朝盖夺权 一举铲除了他 东汉哲学家王福说 德不称 其货必酷 能不称 其秧必大 一个人的德行 配不上他的地位 必然会招致祸患 用人品征服人心 以德行维护口碑 人生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林徽一的女儿梁在冰 儿子梁从介 报考清华大学建筑系 双双落榜 当时 他是清华的特聘教授 梁思成则是清华建筑系的 创始人兼主任 以二人的身份和地位 想给儿女开个后门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周围的朋友纷纷劝他 动用自己的影响力 为儿女争取绿色通道 却都被他回绝了 清华大学的校长 见他不肯利用私权 提出破例录取梁从介 他也婉言谢绝 他对校长说 我们作为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开创者 应当做表率 不能因私废工 两个孩子都无缘从事建筑行业 是林辉英人生中的一大汉士 但他身居高位 依旧恪守原则 让世人看到了一代大师的风骨 与德行 徐吟诗在金固汉林 杨左城池亭中写道 平生得意 人间送 身后何劳 更利悲 行走世间 唯有德行 可利益生 若德行不够 即便你一时得势 早晚也会从高处跌落 德行是一切的根源 地位 名望 财富 都要靠他来承载 心宽品证 为人坦荡 修好自己的品德 才能站得高 走得稳 投资大师查理芒格说 要得到你想要的某件东西 最可靠的办法 就是让你自己配得上它 人生犹如天平 最佳状态 就是不偏不倚地保持平衡 唯有欲求与付出 处于同等层次 我们才能毫不费力地 拥有想要的一切 愿你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光 伸出手就能够拥抱满天繁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